我们用几节圣经节做我们祷告的一个方向 请看以赛亚书6 10章 19节跟20节 以赛亚书6 10章 19节 这边19节跟20节 同样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主的应许 就是主神要做我们永远的光 这是我们在走这个天国路程一个很重要的帮助 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种安慰 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喜欢在黑暗当中来生活的 在黑暗中我们会有恐惧无助的感觉 所以我们需要光 19节20节这边有提到三样的光 这种光是我们目前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光 我们白天有太阳的光 晚上有月亮来照明 对一个属神的人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从神来的光 白天的太阳的光 如果光熄下了 它就不见了 它就不见了 有时候月亮也会退缩 躲起来也没有月光 但是神的光它不会熄下 神的光不会退缩 就像在雅各书第一章那边所提到的 我们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 Let's turn to James chapter 1 17节 James chapter 1 verse 17 雅各书第一章17节 James chapter 1 verse 17 Verse 17 Every good gift and every perfect gift is from above and comes down from the Father of lights with whom there is no variation of shadow of turning 所有全备的赏识 所有好的东西 都是从重光之父那边降下来给我们的 对神来讲 他没有改变 也没有转动的影儿 神 他的光都是在那边 不会因着时间地点 而有所改变 重要的是 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救这个光 神的应许 他的光是要成为我们永远的光 有神的光 我们就不会觉得无助 就不会觉得畏惧 我们也不会觉得说迷失了 或是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走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惧怕 因为我们看不到光 有时候我们不晓得 我们下一步的决定要怎么做 因为我们没有去寻求这个光 有时候我们觉得 好像活得没什么意义 乃是因为我们见不到这个光 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 在祷告当中 求神把这个应许 再一次地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 把他的光再一次地照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看启示录22章 启示录22章第五节 这边说不再有黑暗 他们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 今天我们也不需要用这些 科技所带来的灯光 因为这些科技所带来的东西 没有办法指引我们的方向 大自然所发出的日光月光 也是没有办法真正地 把我们指引到神的地方去 我们要求神光照我们 我们才能够真正地 找到神的地方 感谢神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真正的光照 那我们得到神的光照 我们对神光的一种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面对光 我们要走向光 我们要来靠近光 因为我们南加州 这边太阳很大 特别在夏天的时候 太阳照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觉得说太热了 不舒服 所以很多人喜欢 背着光 躲着光 但是对于神的光 我们是要去靠近神的光 我们要接近神的光 but to the light of God we must draw near 接近神的光 对我们来讲的目的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purpose of drawing near to the light of God 我们看菲利比书第二章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Philippians chapter 2 Philippians chapter 2 verse 15 在这个湾区悲逆的世代呢 我们好像明光照耀 这是今天神光照我们的目的 也是我们得到神的光 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是我们对神的光的一种回应 我们做神无瑕齿的儿女 在这个世代当中 好像明光照耀 若是神的光照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呢 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 明光照耀的神的儿女 我们的表现是什么 我们看以福守书第五章 以福守书第五章 第八节 跟第九节 明光照耀神无瑕齿的儿女 所结出的果子是哪些 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 这是善良 公义 诚实 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检视我们自己 是不是能够已经有接受神的光 成为一个明光照耀神的儿女 我们用这三个要素来检查自己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吗 我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吗 我是一个诚实的人吗 就是我是一个行道理的人吗 从这样就可以来看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领受到神的光 因为有神的光真的可以带来我们生活上很多的帮助 我们看回来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58章 第八节 跟第九节 这边有提到三样 你受到神的光 对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帮助 here talks about three helps that we will receive in our life when we receive the light of God verse 8 then your life shall break forth like the morning and your healing shall spring forth spiritily and your righteousness shall go before you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your rare guard 9 then you shall call and the Lord will answer you shall cry and he will say here I am if you take away the yoke from your midst the pointing of the finger and speaking wickedness 这边第八节跟第九节 有提到三样 神的光光照我们 我们会得到的帮助 in verse 8 in verse 9 it talks about three things that the light of God will bring to us 第一个 我们所要得的医治 要速速的来到 first it shall bring forth be healing 第二个 我们的公义 要在前面行 神的荣光 必做我们的后盾 and the second is that your righteousness shall go before you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your rare guard 第三个 我们若是跟神 求告神 神必定会回应我们 and the third is that if we call out to God the Lord will answer 这是三个 神的光 在我们身上 我们会得到的帮助 and these are the three things that we will receive when the light of God shine upon us 我们的医治 要速速的发明 就是要速速的来到 our healing will come speedily 我想这边 在以赛亚书58章 这边特别是提到 人际关系之间的 需要的医治 and Isaiah 58 it specifically talks about the healing of personal relationships 虽然科技很发达 但是我们人际关系 显得越来越神疏 and even though the technology advances but our relationships grew cold 我们可以跟 很远地方的朋友来交谈 但是却不愿意 跟我们周遭的家人 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有进一步的沟通 we can talk to our friends from afar but we are not willing to talk to our family members close by 所以这样的医治 人际关系上面的医治 我们需要从神那边得到帮助 才有办法得到解决 and therefore we must receive help to mend the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这边提到说第二个 人的公义在前 神的荣耀在后 and the second it talks about God's righteousness shall go before you and His glory will be our rear guard 什么是义 what is righteousness 义就是做对的事情 就是义 人若是能够做对的事情 在前 神的公义 神的荣耀 一定会跟在你后面 有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荣耀 好像没有办法 在我们的身上看到 重要的原因乃是我们不行公义 我们做不是和服神心意的事情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对的事情 做和服神心意的事 我们就是要跟着光来走 我们就可以做对的事情 第九节说 我们求靠神 神就会应允我们 我们呼求 神会回应我们 这是一种 何等的体验到神 同在的一种证据 我们随时祷告 我们都可以领受到 体验到神 马上就回应我们的祷告 所以这种能够加添我们的信心 但是重要我们要领受这种 从神来的 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跟着光走 所以早上我们在祷告之前 用这几节圣经节 做我们祷告的一种方向 主必做我们永远的光 这是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 我们从神领受神的光之后 我们要对神的光有所回应 我们要让自己成为明光照耀 换句话讲说 我们在行为上面 我们要有善良 公义 诚实 这样子就是一种明光照耀 因为有光照 神的光在我们身上 我们在生活上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帮助 有神的光 我们所要的医治 会数数的化明 有神的光 我们发现说 不管在前在后 我们都有神的帮助 有神的光 我们所求靠的 神会应运 我们所呼求的 神会回应 乃是因为有神的光 在前面 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 我们还有二十几分钟 我们按照我们的惯例 我们如果可以到前面 一起来祷告 如果是特别需要按手祷告的 我们可以跪在前面第一排 请传道者 帮我们特别按手祷告 我们先来跪下祷告 Let us kneel down and pray